自當全高遠 風雲高 近日中國房地產問題 令到香港人很關注 唯一一個中港跨境做地產代理的大肯施永青 最近化身成為一位 中國地產經濟系的專科教授 他發出的言論 都是有如霧古神宗 令到很多人驚醒 詩先生 你也知道 幾十年來都笑笑口 我相信中國的資金是很充足的 我覺得你們不用擔心 我是很厲害的 董先生的施政其實是很合理的 是你們那些民主派 是經常都是無理取鬧 這樣就不是很好啦 我就沒事了 我只是做少少生意而已 不過香港最重要是 要讓營商的環境 讓我們可以做生意 做得很好 中國也是明天會更好 現在明天不好了 糟糕了 我們詩先生對於中國 詩先生 對於中國經濟有一部很獨特的看法 不如你分享一下 近來詩先生很多的文章我都有拜讀 他突然間 我覺得他現在成為了中國良心 他講了很多 經濟良心 是的 很多人都不敢說的話 或者不敢這樣分析 最近這一篇 好東西來的 他說 就在他的 AM730 的專欄 為何內地企業大多只善於做大做強 卻不善於做狗呢 做狗 狗就是狗 做得久 做得久 做狗就是個個都善於的了 怎麼會做不做狗 你能生存嗎 大陸的企業 你不要看他的GDP 年年都7% 很多的大坑是德國大 但是做不來 還有快 即是說來得快 亦都倒得快 就是泡沫 那為什麼做不久呢 這篇文章的前大半 就在說 為什麼那些企業可以做得大 很簡單的 講到爛的 就是市場大人口多 加上 政府容許 一個很大的槓桿 即是 什麼槓桿 我相信簡單經濟學大家都明白 好像我們叫炒margin 你只要拿少許本金出來 通過借貸 你就可以籌集到資金 然後就進行 投資 然後又拿來做槓桿 這樣 一直供上岸 這樣很容易做大 你不用真金白銀 拿這麼多錢出來 10個鍋只有9個蓋 或者14個鍋只有6個蓋 到最後 就必定是爆鍋 就是這樣 好了 後半段他就分析了 為什麼不可以做久呢 意思是說 這些企業因為這麼強的槓桿 只能夠假設市場一直好 於是這個槓桿 就能夠繼續 音樂椅永遠不停 但是如果經濟下行的時候 這個信貸一收縮 他們就爆煲了 也都是這些企業 他們從來 或者他說的那些企業家 是沒有見過寒冬 所以沒有過冬的準備 遇過市是不會 不好的 只會永遠好的 這就是老董說的 叫做中國好 香港好 香港好 中國好 董建華思想 就是中國永遠好的 即是說 一年永遠只有春夏兩季 不會秋天的 不會冬天的 地球那個氣候 一直都是正常的 不會暖化 也不會冰河時期 董那時候是這麼說的 在董的意識裡面 中國好 香港好 中國更加好 中國如果不好 他上海佬的腦裏面 沒有中國不好的 你老爸董吐雲 做航運 就試過一禍 1949年中國 不好啦 如果不是用什麼 跟鮑肉江 趙重獻 一起把船搬下來 所以詩生這篇文章 真是無古神蹤 他講到 引用 眼見他喜高樓 眼見他宴賓客 眼看他樓撻了 這個來自紅樓墓 真是很好才學的 詩生 以前是鄉島中學讀書的 那個中文根底 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我只是奇怪 即是現在倒樓了 這篇文章 為什麼 遲了幾年才出呢 不止是遲了20年 其實這些真知卓健 其實不是他今天發現的 以他這麼老練的江湖 經驗和做生意 其實他一早發現 他應該在十年八載之前 在中國加入世貿 一切向好的時候 預先出這篇文章 告訴大家 整個大陸 加上香港的親中愛國 什麼藍絲 全部都不認為 中國會有冬天的 什麼叫東升西降呢 什麼叫厲害了我的國呢 什麼叫人民幣取代美元呢 這些全部都是董先生的理論 中國好香港好香港好中國更加好 現在不幸呢 這個 這個理論 就破產了 於是搞到泡沫 全部破滅 他說這個原因就是中國企業家 剛剛沒有出頭來的新一代 他們沒見過冬天 也都不懂得為冬天作準備 當然加上金融業的風險意識低 這些原因 這個舉例 你好 他說過有一個項目 他說這個叫恆大 如果你一早發散到全盛期 一定是全球最大的地產企業 而且人類有歷史六千年以來 發得最厲害的地產企業 是不是 是威到勁的 這個叫Donald Trump做紐約地產 跟你都沒得比 但是這些槓桿中間的條鏈都一斷就 就倒閉了 那麼這條鏈中間斷 是一定會發生的 而且是提早發生現在 因為你有一個動態清理 很簡單 所以不只是大陸的地產業 任何這20年營造出來的中國企業大亨的神話 都是 合乎這個叫施永清定律 只可以做得大 發得快 而不能夠長久 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 大家都心知肚明 稍為認識經濟 你高槓桿 即是高風險 為什麼 這個國家 容許一個高風險的操作呢 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你都知道在中國大陸裏面 政府不容許的東西 你是不能做的 是犯法的 恆大許家印也好 碧桂園也好 他動用這麼大的槓桿 你又容許他這樣做 借貸又這麼輕鬆 寬鬆 因為以前可以 現在不行 是嗎 是 以前可以槓桿 現在不行 這個叫人子 是嗎 不要說只是在大陸 這些許家印恆大 就算這個叫曼達大老闆 王健林 厲害了吧 很厲害 他曾經說過 只要我曼達進入的行業 國企和央企 是沒有資格做老大 幾豪 向這個叫中共宣戰 只要我曼達 投資 國企和央企 全部退場 據說這句話 得罪了習老大 這個叫曼達 在2012年 有一波 是民族主義 進佔美國的代表作 他斥資26億美元 收購了全美國 甚至全世界 包括英國的 AMC院線 是呀 氣院來的 AMC 你去了英國紐約 或者三藩市 入氣院 看這些叫做什麼 Barbie 一定是幫助你的AMC 不是入股 百分之百收購 那時候動用了多少 萬達 26億美元 26億美元 你計算7.8 100多成200億港幣 一口氣 買了下來 當時 放出一隻聲器 這是我們合乎 中國大陸外宣的要求 我買了全世界 全美國的AMC的戲院 發行什麼片上什麼戲 是由我中國老闆決定 我將一套流浪地球 或者戰狼 都推上去 全國AMC 幾千的戲院 我將你那些什麼 職業特工嘴 全部都踢走 那是不是說好中國故事 是不是全美國的 青少年公司 吃爆鍋 要逼著看我的中國電影 那時候我看到 大陸的喉舌 在歡呼 黃堅 買AMC的時候 個個都相信這條理論 是不是 明天將這個國產電影事業 立即可以隨著AMC的役手 進佔全美國 結果行不行 好了 在2019年 這個叫曼達 是暗然出售 AMC 全部 吐出來 那時候 26億 的美金買回來 結果賣出去 是多少 只剩14億美金 是跌了多少 是跌了五成 但是曼達 在外面告訴我 其實不是啊 我賺了一倍 為什麼賺了一倍 你明明是26億美金的 他說不是啊 其實那個AMC院線 是值7億 就是他現在說的 值7億 那為什麼你當時 斥資26億 原來這條數怎麼算呢 原來他說 就實價是7億 是吧 另外 就有5億 是那個叫做 投資 是改善 音響 和氣軟設備的 另外 原來 是7億 加5億 是12億 另外 13億 是AMC 軟線 負債的債務 13億美金債 7321 71如7 加2 是成8億港幣 AMC這個叫電影戲院 喂 電影戲院 就不是銀行 怎麼會在外面 欠那麼多街數呢 而且現金流 是很穩陣的 譬如說你去買張票 錄卡 是吧 那裡立刻過數 跟著你一對情侶 入戲院之前 買爆谷 買這個叫熱狗 還有買這些 飲食的東西 買一杯可樂 立刻那裡又湯你一筆 現金流 是指入 就少出 因為美國那些 戲院的租金 就算你租的商場 是有限的 怎會有十幾億美金債的呢 有十幾億美金債 AMC當然是找老襯找人 年無鑑屎 給我抹起不債 所以哪裏值26億美金呢 但是那時候2012年 是吧 為大陸的大外宣服務 是吧 幾千間戲院 是用26億美金 原來出售10年之後 就是14億 是吧 其實打掉牙 和血吞 他就說其實賺了一倍 那麼你的債有沒有還到呢 那十幾億有沒有還到呢 當然要還 你要包還 對不對 所以就加上 人家2012年 為甚麼AMC肯賣給你 美國佬傻的嗎 知道Netflix 知道YouTube看短片 知道沒有人買票 進戲院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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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